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電冰箱 今天來跟大家教一個非常簡單的 這一道小吃 然後叫做臭臭鍋 那這個東西 我們在外面吃的話 隨便要花園要花園兩百塊 那今天大家自己做就是 想吃多少就是煮多少 然後在用料方面也會相對的比較便宜 然後重點是你吃到自己煮了什麼 首先我們來看材料 然後基本上 因為是在家裡煮所以說 材料部分我們盡量都是 以比較簡單方便取得為主 然後來首先先介紹這一包 我不是業配喔 這是全年買的到的 那個離井雞的麻辣我不會上湯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很方便啦 一小小一包 大概一人份 一至兩人份這樣 這樣一包就可以做一個小鍋底 再來我們再準備一點 生鮮的大廠 鴨雪 那鴨雪這個東西咧 所以就是在超市買 有時候不好買啦 但是你如果到傳統市場買的話 它還蠻便宜的 像我買這個一塊才 才差不多二十塊而已 一塊可以吃很久啦 蠻大一塊的 那再來就是酸菜啊 基本提味的 然後臭豆腐 那臭豆腐也是 就是在一般超市應該都有賣 現在 然後這個韓式泡菜 這個是算投資部啦 因為家裡不可能隨時都有這種大白菜的東西 這些就是 接求菜類 所以說用這個韓式泡菜 是利他可以放還蠻久的 然後這第二台有點風味這樣 然後這個是蔥段 那蔥芹的部分我們已經切蔥花了 最後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首先我們先把那個 就是這個 麻辣火鍋上湯 然後加 加1公升的水 那因為它那個 在包裝上是寫說1.5公升啦 因為我們要做那個 口味要稍微重一點 所以我用1公升的水 那如果煮完的時候 味道太重的話 大家再自己 加水去稀釋 因為鴨血跟那個 大腸比較耐煮 所以我們先把它放下去 那接著就是那個 泡菜 酸菜 跟豆腐 其實這些都可以煮上 基本上這些材料都還蠻耐煮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等時間囉 那煮滾之後 就 轉小火 轉小火讓它慢慢的煮 大概 那 要讓它入味的話 我是會建議大家煮個20分鐘 就是小火慢慢滾 對 那你如果家裡面有那個 電磁乳啊 你可以把它放在電磁乳上面慢慢滾 當吃火鍋一樣 等那個滾得差不多之後 那最後我們就可以加一點 如果家裡有的話 可以加一點蔬菜 下去 讓那個菜熟了之後 就可以裝排了 自己在家吃就直接拿小碗吃就好了 很方便 然後吃的時候可以再加一點蔬花